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下来我们潘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 这个入冬可以享用的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到心肝脾肺肾都会怕冷 所以天气一冷 大家都想要吃比较温暖 比较温热的 但是温暖温热也不能过油腻或者过刺激 老师今天要做一个地中海的鱼料理 我们就是用青鱼来 老师这个是很简单的 普通的青鱼块没有前置桌也直接煎 没有 就是我们一般的 一般买得到的青鱼片 对 就是那种薄盐青鱼这样就可以了 冬天真的很容易大吃大喝 然后大油大腻 那鱼是相对比较健康的白肉蛋白质 老师你另外这一锅热了 你就直接放菇下去 对 因为菇干炒的时候会有一些香味 所以我们先把它炒一下 让它的味道稍微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等一下先把它放旁边 来看一下老师今天备料 其实非常多蔬菜 还有番茄 老师备了两种不同品种的番茄 是 因为另外这个是我们传统番茄 那这个是甜度很低的番茄 那老师还备了这个小黄瓜 芹菜 这个是白菜吗 那个是娃娃菜 娃娃菜 对 就是要用番茄了 那我们等一下再把这个菇放进来 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郁一点 因为我今天用的这两个菇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一个是那个黄金菇 那有一个是比较特别的 黄金菇外形有一点点像金针菇 可是它颜色比较黄 对 而且比较漂亮 所以它的口感比较脆 对 那我们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都盛出来 尤其现在那个冬天到各种菇都出来了 好 那我们先大约取出来之后 老师要再处理的是番茄 对 那我们番茄需要一点点的油 好 稍微加一点点的烹调油 继续这个菇子继续炒 反正最后所有的食蔬是拌炒在一起的 对 那我们这个呢 就把这个番茄放下去了 好 那我们就把它炒得稍微有点糊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其他的青菜都放进来 我们的娃娃菜也可以炒 对 台湾本地其实冬天产蛮多蔬菜的 然后玉米水 对 然后那个这是一点的干贝丝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那个比较干的这个 这个是 洋葱 洋葱的 干燥的 因为我发现洋葱干燥的 其实这个超市都可以买得到 是那种香料区吗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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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它就是干燥的洋葱 那我发现干燥的洋葱煮这种汤的时候 会更鲜美 那你煮汤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买这些新鲜的洋葱 你可以用这种 好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放一点水 然后煮它 滚它 那同时间这个 我们常常是这个娃娃菜 稍软了之后 其实那个锅里的汤汁就觉得 非常的温润 变多了 然后我们就只要加一些海鲜跟这个 西洋芹 这种是比较耐煮的 老师 待会其实那个菇要回锅 然后那个青鱼也要入锅 对 青鱼呢我们就最后放在上面 因为有时候煮在一起的话 你会觉得还蛮新的感觉 然后这个番茄 我要让它有一点那种 就是新鲜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时候才放进来 所以吃两种番茄 对 两种不同的 一个是那个炒过 熬汤的 比较地中海风味 另外一个是把它当新鲜热蔬菜汁 对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瓜类的东西 就是让它直接就是有那种脆感 所以最后老师这一个青鱼片 才会入我们的这一个锅物里头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在唐老师这张料理来讲 就是一个我们在天气冷 对护心 护血管 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 一个组合 你看我们讲这个青鱼 其实青鱼来讲 我也是非常推 它吸力率是非常高 那它里面我们一个三脂肪酸 EPA DHA非常棒 对我们这个抗过敏都很重要 那当然这蔬菜也是非常棒 那里面的菇 老师用两种 我们菇里面我们讲天气冷 当然很少去晒太阳 那你的维生素D3 其实涉及会不够 菇里面有个叫D2 叫麦角固存 其实在我们补充一个适当的D来讲 也是个不错的来源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非常棒的一个低中海型料理